Hello 大家好 我是COLA的WENKA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介紹我首新歌 一首造成 其實這次這首新歌 就是一首Ballet情歌 其實我想這首歌都挺自己的 因為是 come from 我自己的love story 融合了可能兩段的愛情故事 然後放在這首歌裡面 我想裡面我最想說的課題是 懂不懂得去愛另一半 或者愛人應該怎樣呢 很多東西是那一刻會嫌棄 那一刻會覺得對方是對方的錯 但其實你想回頭 其實是自己的問題 令到很多東西都是一首造成 變成現在這樣的結局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是我在愛情的路上 或者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會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而我都發覺 好像很多都是說失戀 不開心 但是好像 也很少會有情歌說一些反省的東西 所以我也很想 貫徹我的性格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是透過一個愛情故事 去分享一下 很厲害 其實我一開始知道自己要獨舞的時候 我是 當然是開心的 但是也會緊張的 因為始終是 習慣了八個女生一起站在台 有七個姊妹陪著 不過前陣子的Cock and Flap 的Show 都 黑服了 一個人唱 其實都可以 所以 我想現在這個狀態 就是 期待 大家會喜歡這首歌 其實坦白說 比較一定會有的 可能比較是在於 可能大家 哇 他這首好聽好聽好聽 或者在視訊上 或者說他豐富一點 但我會覺得 整體上 其實我們的曲風 或者要情形的故事 或者我們要講的課題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 比較就不是真的 come from 作品的核心 而我會覺得 我也有想過 咦 同一個人出 可以不可以的 但後來跟AM Team 聊過之後 都覺得 其實大家同一個人出的話 是可以令到大家 多一些 互相交流的關係 可能他的粉絲 會聽到我的歌 我的粉絲也會聽到他的歌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太寂寞 太寂寞 沒錯 因為其實呢 我是有留意著 今屆全民造星5的節目 都有 因為我自己也是造星出身的 那我就在想 哎 煩惱跟 男主角 我怎麼找誰好呢 這樣看著 就 瞪瞪見到他了 然後我跟Wing說 我說我覺得呢 那部分都是我自己覺得 挺配搭我的一個男生 就是那個外貌上 我現在的害羞 因為 因為呢 我 我是喜歡一些 哇 緊張 哈哈 因為 因為那部分他的長髮 和他的氣場 我覺得很沉穩 所以我就選擇了他 昨晚是睡不到覺的 因為 第一次有這些 挑戰給自己 但是 Wing說很好 其實我是一個很慢熱的人 其實 但是我就 如果玩呢 就 好玩可以的 那 Wing說 我暫時也有一個 是一日之內的 可能 不用一小時就可以 帶動到我去玩 投入下去 我是尷尬的 我是 害羞 但是我會不尷尬 因為 我真的很厚面皮 正確 還是 會 有 的